我就这样乱七八糟的醒了过来 身上还穿着前一天晚上的衣服 我的房间乱得像是刚打过仗 我有点头晕目眩 不知所措 而且浑身都痛 我头上这个包是怎么回事 哦不 现在我想起来了 是这样的 我一般会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 但在之后的几天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我是一定会和我最好的兄弟 阿肯和阿达在一起的 下午六点左右 我的兄弟们来到我家 我们坐下来吃了顿健康的晚餐 我们聊了一会儿 然后阿肯说想要玩游戏 但阿达却说 不 还是看电影吧 因此 经过一轮讨论之后 我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我们先看电影 然后再玩游戏怎么样 阿肯来找游戏 阿达挑选电影 怎么样 然后我马上就后悔 让阿达来挑选电影 有太多好看的电影可以看 例如敢死队 致命武器等 但阿达却非要选择一部 俗气的浪漫电影 不用说 这简直太肉麻恶心了 浮夸的对话 尴尬的表演 夸张的爱情故事 为何我们就是碰不上这种事 我们都没有女友 反正还没有正式交往过的女友 我们根本不敢跟女孩说话 唯一和我交谈的女性是 我的妈妈和我的宠物猫Muffin 但坦白说 我到现在也还不确定 Muffin究竟是个母猫 还是只是个被阉割过的公猫 电影之后就是振奋人心的游戏时间了 但是 玩什么呢 我问 我们可以玩地产大亨 舌梯棋 超级马列欧奥德赛 健身环大冒险 等等等等 但阿肯都不要 他想要新的东西 更浪漫的东西 阿肯想玩挑战游戏 但这一次将是不同的 这次我们要看看 我们谁能约到一个妹妹 我才不呢 我根本就没法和女孩说话 天哪 我甚至需要大约20分钟的准备时间 才能和邻居阿灵交谈 有一次 阿灵的猫总是把鱼骨头留在我家门口 我必须制止这一麻烦事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 不敢向它开口 因此 我先洗了个澡 喷了鼓龙香水 刷了两次牙 还稍微准备了一个自我介绍 我练习了数百次 想象了阿灵所有可能的回答 然后排练了数百次我要怎么答复 我已经准备好以冷静和成熟的方式 进行这次交谈 结果不幸的是 阿灵是聋哑人 我只能给他写纸条 经过阿肯的一番劝说 我觉得我最好还是玩一下 我必须让他们知道 我才是这里的老大 第一个约到女孩的人就赢了 而作为奖励 赢家可以上传一张 输家的丑照到朋友圈 一 二 三 开始吧 首先 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女孩 家里肯定是没有的了 我们决定到其他地方去 我们需要找一个派对 但是哪里有派对呢 离我们最近的咖啡馆 得15分钟的车程 而且也不是很热闹 阿肯想起 邻居正在街上举办一场婚礼 完美 我其实也没有和新郎很熟 实际上我从没见过他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这样到达了婚礼现场 开始了我们的计划 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融入聚会 同时尽量避开这场派对的主人 过了一会儿 一个穿西装的家伙向我们走来 是新郎 我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尽量不让自己露馅 后来新郎刚要走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结果不幸发生了 他问 说起来 你们到底是谁的朋友 可恶 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我刚打算坦白 阿肯却突然脱口而出 我们是修炼的朋友 我们松了一口气 别败哦 兄弟 我奶奶 新郎问 阿肯把我们带进了坑 现在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他说 是啊 我们才刚在茶会上见过 他真的很友好 很热情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不认识的奶奶们都特别凶 一点也不友好 因为他们嗓门特别大 我离题了 阿肯继续说 奶奶曾经向他提过 新郎新娘之间关系多密切等等 所以 新郎相信了吗 完全没有 显然 秀莲奶奶已经去世了三年 我等着看阿肯解释如何与死者对话 相反 阿肯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溜了 我拉起阿达跟着走了 基本上我们只是躲到另一个角落 重新开始制定约女孩的任务 最终我们选定了一个目标 阿肯最先行动 他挥一挥衣袖 高兴地走进其中一位女孩 他们聊了一会儿 那个女孩甚至咯咯地笑了起来 然后他拿出电话 他们居然真的交换了联系方式 接下来就是轮到阿达了 他看起来有点紧张 也没那么顺利 他试图要移动到那位可爱的黑发姑娘身边 结果他吐了我一声 阿达认输了 现在轮到我了 我其实也可以认输 反正我不是今晚唯一的输家 但是我的自尊和那几杯酒 不允许我认输 我必须得去 如果阿肯可以要到一个女孩的电话号码 那我也可以 这也没那么难对吧 毕竟 我刚看到他怎么做了 就在阿达移动和呕吐时 我已经在谷歌搜索 约女孩的八种方法 有了我从可靠网站搜到的文章中 经过精心研究八条有用的策略 我是不会失败的 第一步 看着他的眼睛 我走近那个女孩 用我只能形容为死亡般的直视 的目光直视他的眼睛 你知道那种可以直接窥视你灵魂的灼热的目光吗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第二步 微笑 比茫的微笑就好 但我好像做得不太对 我延续了刚刚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给了他一个悔意的巨大的笑容 就和恐怖片里的小丑一样 第三步 用赞美来开始对话 我说的是 嘿美女 你的衣服真好看 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婆 哦 看来真的有效 她一下子就被我吸引了 她甚至都没有逃跑 第四步 给她点一杯酒 我给她拿了一杯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那是什么 我就是顺手从一个经过的服务员那里拿的 至少我以为那是一个服务员 现在想起来 那也可能只是别人拿在手里喝的饮料 这真是太神奇了 只要你足够自信 就绝不会感到尴尬 第五步 问她问题 询问一些有关她的过去 或是她最喜欢的事物 可以让女生敞开胸怀 在你身边感到自在 同时还向她展示了 你不仅喜欢她的外表 还对她的内在感兴趣 这原本是我的计划 但我真的想不出什么合适的问题来问她 就只好问她 你觉得海绵宝宝是怎么在水下点火的 和为什么你手上的汗毛不分叉 第六步 聚接别人的电话 显然 当你与一个女人聊天时 将手机进行或关闭手机 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 这说明你正在全神贯注地关注她 而阿达就这么巧地在这时打了个电话给我 给了我充分的机会来聚接她的电话 我在女孩的前面关闭了手机 然后将她收了起来 第七步 向她展示你擅长的东西 可惜我没有随身携带素描本 我本可以用我的知识或艺术来吸引她 也可以向她展示我的作品 但取而代之的是 我列出了各种很随机的事实 例如 你知道猫可以发出一百多种声音 而狗却只能发出十种声音吗? 呃 我想我也许猜错了 无论如何 我被她揍了 但幸好 我像个男人一样忍住了 好吧 我记得的就只是这些了 至少都过去了 把这些都忘了 然后我可以继续我的 哎哟 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吧 拜拜